元宵节了 苗栗传统习俗庆祝活动可以说是不间断 今天上午呢 苗栗县长这个刘正宏和这个直篮明星在后龙 还进行了射炮城活动 为元宵节暖身 而到底这个直篮明星挑战鞭炮射篮的状况如何呢 联线记者周怡德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为了要替元宵节暖场呢 苗栗县长刘正宏是邀请了直篮球员来PK这个丢鞭炮 但是没有看没有没有想到这些平常在这个球场 这个非常省准的这些直篮球员 然后丢起了鞭炮呢 其实还是有点怕怕的 我们来立刻感受一下现场热闹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直篮球员呢 他们是都跟这个县长刘正宏的是站在这个提考点的地方呢 然后就朝这个大概50公尺远的这个地方去投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鞭炮其实是会炸开的 所以这些直篮球员也很害怕 然后呢 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出炉啊 竟然是这一位就是苗栗县府里面一位水利处长 他获得了这个最省准的这个金牌奖 他可以获得一个月的这个奖金 以及一台电视期都非常的高兴 那其实中间呢 这些直篮球员呢 也有包含了这个篮球的三分球王 他们呢是平常放下了这个平常在这个球场上练习的篮球 改丢鞭炮 那是特地的来为这一次的元宵节这个暖场 以上是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换给Fornay 好